不公期的罪責 大家Google洋洋傻傻一連串 本節目的圖版都還寫不完 通通都是經濟罪犯 那這一些不再辭討厭 我就問這個社會 你們跟著一個經濟罪犯走 還是跟著正常人類走 我就問這個社會 一個本質的問題嘛 然後如果這個社會 哪一天來一個殺人犯 說他要做司法改革 你們要不要給殺人犯做司法改革 對不對 我就問這個社會 我現在問這個社會 都是本質的問題 我問蔣啟臣 你要不要做一個像樣的人 我問蔣萬安 你要不要做一個人 還是你要跟著經濟犯走 我講一下 剛剛講到刑法100條 他為什麼要被廢除 因為所有的刑法裡面的犯罪行為 都是我已經犯了罪了 我已經確定 比如說我已經殺了人了 我已經偷竊了 我已經去傷害到強暴威脅了 這些事實都產生後才會違反刑法 可是刑法100條的關鍵是他意圖 這兩個字 什麼叫做意圖 只要我想 我認為你有想的可能 你就是犯罪 那今天這個國會的修法 他就是跟刑法100條 等同於這樣子的標準 就是我立法院要你來 我認為你說謊 你就說謊 我立法院我的主席才是你不准請律師 你所有的法律該給你的保護人權的保障全部都沒有 然後我今天立法院認為我可以駕躍司法院 我可以駕躍於行政院的時候 所以他今天敢講刑法100條 他今天所做的行為就是回歸到當年那一部惡法 當年那個惡法叫做刑法100條 那今天為什麼大家那麼憤怒 所有的公民 其實在禮拜二我也有過去現場 我也當志工 當我們看到三讀通過的時候 有些人慢慢的離開 就是聽到傅昆琦講了那一句話之後 很多人洗完澡了 都已經準備要睡覺了 趕快把他看了 就馬上再衝去現場 這是非常的扭曲現實 而且你把台灣的公民當作傻的嗎 所以今天我們大家為什麼會這麼的憤怒 而且我擔心的是這樣 傅昆琦剛剛我們一直講說未來有選舉 選舉一定會被懲罰 那萬一未來沒有選舉呢 這才是我們更要擔心的 你今天傅昆琦敢這麼大蠟的 一步一步的手違憲 他不是不知道違憲 但他願意做 他後面的支撐者是誰 誰在支持他做這些違憲亂政的事情 剛剛寧冠你有講 為什麼我們的法律的設計 沒有人奈他們核 因為當時所有的民主 我們法律的設計 沒有人奈他們核 是因為我沒想到民眾黨跟國民黨 其他人通通都廢成這樣 我沒有想到他們其他人都墮落成這樣 沒有道德良心 沒有法治概念 然後沒有國家意識 因為當時的制度設計 人民對於投票的期待 你不會想到你會選出這種 我最兩天開始懷念馬英九 最起碼馬英九不准傅昆琦回來 對 真的 馬英九還知道傅昆琦是個什麼 他不讓他回國民黨 所以心裡我跟妳討論 馬傅昆琦這個狀況跟黃紫嬌是不是一樣 是 中華民國演藝圈跟網友是不是串聯 全部准黃紫嬌再回演藝圈 免得他又攔子到其他受害的無辜的女生 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這些本土派的委員 全部噤聲 到底是有什麼把柄在他的手上嗎 而且我們更擔心的說這一步一步的違憲的作為 違反正常一個民主國家該有的立法委員的作為的時候 你是不是未來要收掉臺灣的選舉呢 你現在都敢違憲 然後你侵害元首在憲法裡面必須遵守的規定 你居然可以用立委的職權行使法 就要求總統要來國會一問一答 這種做法 這是明顯的違反憲法 我那天剛好遇到一個退休法官 他說今天如果我們的賴總統 他會照著這一個違憲亂政的法規 到國會一問一答的話 他絕對瞧不起這樣子的援手 因為憲法寫得非常的明確 也不用視線 只要你看得懂中文的 你都很清楚知道他的位階在哪裡了 所以現在所做的這些 我們都用文明的作為在期待這些在野黨 可以有一些文明的表現 可是我看到現在我認為沒有 因為接下來剛剛義夫有說 就在修選罷法 他就是要調高罷免的這個門檻 沒關係 這比這樣蔣萬安要扛 蔣啟臣要扛 那他如果再收回選舉的方式 比如說我就大放國籍法 我就開始開放通訊投票 我們最近懷念好多人 剛剛我說的 我懷念了馬英九 我也懷念了王津平 就是當一個立法院的院長 你自己要知道 你立法委員的準則到哪裡 你可以該守的分寸到哪裡 你沒有的時候 當你太過喬鬼的時候 你難道不該替這個國家做點事情嗎 所以為什麼公民會憤怒 而且我覺得在這一波的公民洗禮之後 大家更清楚知道什麼叫做憲法 立法委員的職權是什麼 監察院的職權是什麼 沒有人說你憲法還沒有修憲 五權分立改三權分立 你就先急著立委擴權 你就算要擴權 就算要自肥 也不應該立即生效啊 過去你記不記得 我們在那個直轄市 為了要延長 就是要讓大家同步的地方選舉 延長一年 那也都是提早公佈嘛 因為你讓大家有多了一點權力的時候 你一定要事先來做準備 沒有極其做準備的 包含立委要變成單一選區兩票制 他也是隔一切之後才能夠實施 所有重要重大的變革 都不應該立刻實施啊 所以他今天如果要修選罷法 我覺得公民是有機會像太陽花一樣 直接就是佔據立法院 如果你今天真敢調高 這個罷免的門檻 你覺得這個立法院 不值得公民進去好好告訴他們 什麼叫做公民權利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